警力全副武裝攻堅一處名宅 全部人往樓梯走去 大火繃緊神經尋找目標 二樓廁所找到人 但就在這同時發現情況緊急 在這邊有人之間 小心 在這邊有人之間 走走走 走走 走起來 嫌犯正在上廁所 但身上插著一把槍 還已經上膛 不只這樣 就連地板也都還藏有兩把 趕快叫特勤來支援 而這回警方大動作逮捕的 就是四海磅海潤堂的重姓堂柱 警方經過線報後 經過好幾個月的追蹤 5號中午先指導 他在桃園揚梅的透天所住家 另外還到他的刺金店 以及兩間倉庫 一共查扣了45支的長短槍 以及1900多顆子彈 垃圾就是他是50發 50發的滾桶 50發的彈匣 彈容量 所以他射速相當快 基本上在黑道上面算很特別的一種槍枝 這支是原廠的 因為這個無法改造 其中這支卡利科960重鋒槍 黑市價格約75萬 是這次查扣到的槍枝中最貴的一把 另外還有這支滾輪式現彈槍 警方則是中信堂主用零件組裝而成 警方也在他家中找到各式改槍機具 這個中信嫌犯改造這些槍枝 我們也不排除會賣給其他的這個棒派 家裡和刺金店都宛如地下兵工廠 所有武器一應俱全 中信堂主2004年也是因為藏有大量槍枝遭打 這回再度重演比起過去 如今已經倉老許多 但不變的是他整屋的兵器全落入警方手中